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Vorica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介绍C口优化实力第三部分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要遵循的C口优化的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第一,避免不必要的类型转换 比方说我这里是CNAC的新FromTest VorID小于80万 和CNAC的新FromTest VorID小于80万 这两个语句哪个更优化呢? 首先看一下Test表的描述 ID的类型是什么呢?是Lumber类型 也就是说我的ID小于80万 跟ID小于单引号80万 优化的话肯定是第二句的优化效率 要比第一句高很多 因为Test表的ID列 它其实Lumber类型 我在使用第一句ID小于字符串80万 和第二句ID小于数字80万 很明显第二句不需要进行类型的转换 而在第一句呢 我需要将ID转换成字符类型 再去跟字符80万来做一个比较 OK,那肯定就多出来了很多不必要的操作 第二句的优化程度 或者说是第二句的效率 很明显要高于第一句 好,这是SQL优化要遵循的其中一个原则 接下来 本次课我们要介绍SQL优化 要执行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是增加查询的范围限制 也就是说你的查询条件越多 那么效率就会越高 你限定的条件越多 那么我根据条件去判定的范围就会越小 OK,这个是本次课介绍的第二个原则 尽可能的增加查询的范围限制 接下来第三个优化原则是什么呢 是尽量去掉印或者是war这种运算符 当然尽量去掉并不代表你必须要去掉 如果你的条件中必须要用到印 或者是要用到war的话呢 那也没有办法必须写 但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不用印或者是war 甚至是我们可以把 可以把什么呢 可以把一个印或者是war的条件 改成什么呢 改成两句话 改成两个CNAC的操作 from test whereid等于1 有了CNAC的新 from test whereid等于1000 当然我这个地方的演示只是比较简单的例子 意思是 我完全可以把印转成两个条件 两个单个条件的这种查询 然后把它优量一下 这样的效率呢都会比这种印要快一些 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 请注意并不是绝对的 一定要根据你当前的表是什么样的结构 以及表中的数据量有多少 再有它的所以是怎么建的 我现在这里介绍的呢 都是一些通用的原则 好 本次课呢 我们先介绍这三个优化原则 下次课再继续介绍 咱们试试不吝点赞